去年底,童话作家郑元杰宣布 因为维权牵扯的经历太多 他决定从今年1月起 把发行了36年 只有他一个撰稿人的《童话大王》杂志休刊 我那个时候就想和你聊一聊这件事 但是直到最近才找到了一篇打动我的材料 我要找的倒不是有关童话创作的理论 那种分析对于郑元杰来说是不大适用的 我想你也有这种感觉 他的童话主要是出自他的个性和想象力 虽然影响巨大 但是很难作为写作的样本 我个人觉得他的很多童话 也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 我记得小时候看他的童话故事 和皮皮鲁对话录 他反复向他的小读者们呼吁 不要因为家长和老师制止 就放弃自己胡思乱想的能力 可惜的是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 想象力这种东西 拥有的时候你不在乎 而失去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怎么失去的 郑元杰的确值得为自己的想象力而自豪 《环球人物》的专访里说 郑元杰宇宙是五代孩子的梦 这个算法是有道理的 童年阶段是6到12岁 那么从郑元杰1981年动笔写的 第一篇童话《皮皮鲁路外传》算起 他的小读者前后接力的计算 真的是有五六代的孩子了 1985年5月童话大王创刊的时候 我还没上小学 算得上是他的第一或者第二代读者 不过这二三十年以来 我对郑元杰就没有什么关注了 不知道是我这个读者无情 还是小读者都是无情的 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减弱 总是对上一个阶段的自己不屑一顾 等到我开始看自以为是更高级的读物以后 就不再和童话大网有来往了 而且还会故意的挑刺 后面的郑元杰好像不像写书科和贝塔 魔方大厦时代那样专注于讲故事 他喜欢夹带私货 还不时的说一些尴尬的婚段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后面的创作 到底是什么样的 很可能有更好的 报道里说 《丛话大王》杂志从2002年开始翻头了 也就是刊登之前的旧作 这对于他的属性来说也是可行的 郑元杰的老作品 值得下一代孩子继续看 按他的话说 一代人看完就可以走了 所以在去年年底 当我知道这位67岁的老作家 和他的《丛话大王》杂志 一直都在坚持 除了感慨和唏嘘 还有一种歉意 不过我想 他这么任性的人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们今天来一起回想一下 郑元杰同化 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先转述一下 郑元杰写同化和创刊的过程 他1955年生于河北石家庄 只在北京上过四年小学 15岁就参军了 我记得他自己也喜欢在同化里讲 他当年在空军里修战斗机 喜欢开汽车的事 复原以后 他在北京一家仪器厂里 做看水泵的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 他女朋友一家告诉他 不考大学就分手 他回答说 我可以考 但是不接受威胁 就决定干出一番 让前女友一家后悔的事业来 他把所有可能同事的职业 列了一张表 觉得写作的成本是最低的 在写同化之前 他还写过诗 偶尔能发表一两首 从写皮皮鲁和鲁西西同化出名以后 到1983年 他已经同时给16家杂志共搞了 不过搞仇只有签字两块钱 操算一下 如果想要达到当时 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 那他一个月就得写三四万字才行 郑元杰自称是数学很差 不会算账 不过他的想象力 是可以用来做现实规划的 他要求杂志社给自己涨稿费 杂志社回答 你怎么能证明 是你的同化带动了销量 他就找了几家单位 谈一种新的合作 出一本自己的专刊 不领稿费 而是拿版税分成 杂志的发行量 在20万以下拿6% 在100万以上就拿15% 最后说动了山西团委的下属杂志社 童话大王在发行的第二年 销量就破了百万 当时每期杂志的售价 大约是四五毛钱 而金华本的定价是三块多 微博上流传着那个 郑元杰在北京买了十套房子 来放小读者的信的故事 就来自于这个报刊 黄金时代里的算数结果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到邮局去买童话大王的 多数的情况还是四处借 我记得家里的态度是 买别的童话 比如安徒生童话 豪富童话是可以报销的 但是买童话大王 就得用你自己的零花钱 至于为什么 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揣摩到的 老师和家长都不喜欢郑元杰的观念 只是还没有到 旗帜鲜明反对的地步 可能仅仅是因为 童话大王是合法的出版物 等到我自己的女儿 开始看童话的时候 我起初给她买的 是我认为经得起时间 和文学标准考量的经典 当然就包括不少翻译童话 比如奥地利作家 尼斯林格和日本的安方侄子 并不包括郑元杰 因为我有点担心 她的童话 特别是后期的这些童话 里面的观点表达和性教育的方式 是不是对于女孩子来讲太直男了 不过下面这篇文章 也许能证明 我并没有体会到 郑元杰童话的另一重意义 也说明我可能把童话 把孩子的世界想得太简单了 这就是来自于公众号 故事硬核上个月的一篇专访 那些给郑元杰写信的叛逆孩子 三十年后怎么样了 首先要向今天的年轻人普及件事 在八九十年代 读者给杂志的信箱写信 在专栏选灯的地址里寻找笔友 是相当浪漫的交流方式 童话大王也一直设有 北京通州260信箱 这样一个收信地址和交友栏目 早期郑元杰对那堆满了十套房子的信 是尽可能亲自回复的 其中也包括写信来批判他的小读者 到后来就只能签一个名了 我们来看报道里的一个故事 1991年 我的一个同龄人 在武汉读初一的男孩汪诚志 对他的父亲说 我想自己到北京去看长城 外家见郑元杰 他父亲竟然就同意了 给了他200块钱说 准备充分的再出去就没意思了 你最好现在赶快走 要不一会儿我细想之后准变卦 不让你去了 汪诚志上路的时候 书包里装了三本书 中国地图 童话大王和人性的弱点 火车站的售票员 尽责地叫来了警察 因为他们判断 汪诚志是从北京离家出走 来武汉的孩子 就把他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遣返 结果他就像老一代童话作家 叶永烈的童话小溜溜一样 一分钱没花就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站 他向小卖部和卖冰棍的 四处打听该怎么去通州 又坐火车到了通州 然后四处寻找260信箱所在的邮局 他告诉工作人员 我不是简单的追星 他是个作家 很有想法 我想跟他交流一下 这个信箱 位于郑元杰父亲所在的干修所 邮局的人帮他挨家挨户的打电话 真的找到了郑元杰的父亲 郑元杰平常身躯简出 是不太容易见到的 正好在那一天老爷子过生日 他过来吃饺子 就这样 汪承志当天就见到了他 第二天又跟郑元杰待了一天 第三天一个人去爬了长城 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预定计划 这件事强烈地推动了汪承志的个性发展 他本来是一个重点中学里 寻规蹈矩的好学生 从此以后就越来越我心我素 真的就按郑元杰经常说的 大公司里只有老板才没有文凭的话 毕业以后没有去考普通高中 到职业学校里去学3D设计 在1999年21岁的时候 就搞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 如今在深圳的一家智能产业园区任高管 业余时间通过了国家的司法考试 这个故事告诉我的 就是郑元杰对于我们这五六代孩子的意义 这个意义要大于童话本身 就是罗老师在今年的跨年演讲里 提到的那个热门词 够得着 我记得是王志刚老师告诉他的 安徒生和爱丽丝漫游奇境 是我们够不着的 那是另一种文化 另一个时空里的故事 哈里波特你要想够的话 那就得在北京的环球景城里 排四五个小时的队 当我家小孩发现 额外再买优素通可以不排队的时候 他体验到的就不再是魔法的力量 而是金钱的力量了 汪诚志说 回忆自己的当年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 给郑元杰添了很多的麻烦 但他还是很平等的对我 言行合一 现在我对我们公司的年轻人 也尽量平等的和他们交流相处 这大概是郑元杰 对我人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郑元杰的性格 是有显而易见的缺点的 现在回忆 他的童话故事 也缺少知识系统的支撑 那种日更行的写法 也确实不利于金更细做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 他的自信和言行合一 按我的人生经验 儿童对世界的恐惧 来自于目睹到父母的软弱和绝望 儿童的虚无感 是因为看到尊敬的成年人 在随意的撒谎和欺骗 而郑元杰 为几百万儿童读者 守住的这些最重要的东西 我刚才搜索他近年的新闻 看到他拒绝登上 童书作家网的理由是 不想与违法禁校园 兜售作品的作家为伍 我觉得这还是当年的那个郑元杰 他守住这些东西的方式是 不停地把当下和儿童有关的新闻 写到童话里 诚实地输出他那些 可能不大深思熟虑的想法 比如我小时候 就是从书克贝塔里 学会了理解上一个时代的出身问题 老鼠书克的妈妈 在第一集里就说 贩卖正直的人最不正直 童话飞马排汽车 讲的是因为要执行不进站 就不能开门的规定 乘客们在堵车的公交车上 待了好几年 我也是从这个故事里 理解了什么叫官僚主义 什么是无条件服从 就是最大的消极 要说这是启蒙 可能还不至于 但那起码是一种 真实的情绪和观点的感染 这也是当年大人们 不太赞成我读书院杰的原因 因为他近似于 儿童读物里的摇滚乐 他的够得着 是让孩子们在每个月里 都能目睹到 他如何在生活和工作 而且有可能按照地址找到他 在童话之外看到 这个世界并不能被 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覆盖 世上真的有一个小学没毕业 就成了著名作家的郑元杰 一个人撑起来一本畅销杂志 而且正在用和他自己 主张一致的方式 教育他的儿子郑亚琪 原来人是可以这样长大 这样生活的 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 时代和命题都改变了 童话大王的退场 也是件自然的事 而值得怀念和建立的 是那种生活里的够得着 对今天的孩子来说 哪一个成年人 又有这样的资格和贡献呢